来 我们来看一下 栋梁有什么话想跟静如说 栋梁 梁小姐 你好啊 梁小姐 张先生 他们说你会上节目啦 所以叫我讲一些话 那莫名其妙就是 有一段新闻跑出来说 我跟你这件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那相信你知道我们这件事 怎么样的关系 那其实我不是想在这里 做什么解释 我觉得静如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在他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啦 那毕竟他 我知道他不喜欢这样讲 可是毕竟真的 你是我的前辈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同时就像我学到很多东西 那希望以后 不管在音乐上 或者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那外界的人要怎么看 或者是怎么猜 媒体要怎么写 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都知道 而且不会影响我们今天的关系 所以祝你事业一切顺利啦 那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长成 拜拜